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玉米排骨汤 我们先去超市挑选材料 拿姜 拿小葱 拿蒜 拿玉米 东西买齐了 去结账吧 剥玉米 剥洋葱 剥蒜 洗西红柿 洗小葱 洗洋葱 洗玉米 洗山药 洗香菇 洗排骨 洗蒜 切姜 切香菇 切小葱 切山药 切西红柿 切洋葱 切玉米 切排骨 放半锅凉水 然后直接放排骨 大火烧开10分钟 捞出来冲洗干净 取出砂锅 放入半锅水 放姜片 放蒜头 放葱段 放山药 放香菇 放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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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洋葱 放排骨 放花椒 放八角 放料酒 大火 大火煮开后 中火煮半个小时 小火再煮一个小时 就可以了 出锅前 别忘了放适量的盐 和鸡精哦 玉米排骨汤就做好了 你想尝尝吗 o 煮讣 煮 炸 炸 感谢观看